那么现在提出一个 都叫中国式现代化 简单讲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习近平式的现代化 什么叫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就是 隔第一次革命的命 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没钱嘛 变相加倍 地方官希望把一些 盈与财富藏起来 不然的话会上讲嘛 干什么 那怎么藏起来 我把好处给当地的民营企业 比如说温州给当地温州的民营企业 我给你好处 那民营企业就靠这个的撑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地方官说 吐回来 就是把原来的那个赚的钱 收的税成什么什么 先放到民营企业去 钱就是先放在民营的口袋里而已 对 然后现在 还是始终要吐出来 现在要你吐出来嘛 全球化让中国经济好起来 但是中国经济好起来之后 这些经济利益的分配 是根据权力来的 所以掌权的人 最后从全球化得到庞大的利益 然后这些掌权的人 把资产放到外面去 然后掏空国家 然后你会发现 底层的人忙了半天 哪怕有些人上升到中产 最后现在也还是要打回去 所以到头来 三四十年来白忙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乱中有趣爱台课 我是上官乱 最近就是这个三中全会的时间宣布了 是7月15号到18号这四天 当然了我们其实已经讨论很多了 就这一次三中全会 包括它推迟了十个月 然后之前都只有一天 这次要四天啊 各种各样都讨论很多 然后我也在不同的节目 跟不同的嘉宾 讨论了三中全会 但是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讨论 都局限在政治的层面 因为没办法 因为习博士嘛 他成天从去年政治清洗 清洗到现在 一直没有都清洗到没完没了 所以大家一直就觉得 这次三中全会是不是政治挂帅 经济是从属的地位 但是其实我都不能说 只是因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框架下 就是其实在全世界看来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在看任何国家 任何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应该从一个结构性的眼光去看 结构性的眼光就包括 当然包括它的最基本的 那就是它的经济逻辑 这个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一 所以呢今天我们 就是关于三中全会 它为什么会呈现到 现在这样一副无比诡异的局面 以及它接下来 到底会不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革 以及它还有没有机会 扭转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的局势 我觉得那么我们就从一个高屋建领的 经济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了 所以呢今天我就找到了一个 特别专业的高屋建领的 讲经济的学者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就是总体经济学家 吴嘉隆老师 嘉隆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很高兴请到你 其实因为我 因为我每次就说 只要跟嘉隆老师聊一次天 我就觉得上了一堂经济课 免费的 现在这个三中全会 我们它的主题出来了 主题叫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我首先就想问这个 嘉隆老师 现代化我们知道 但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然后你觉得这一次他真的 这一次三中全会真的有可能完成这个跨越式的经济改革吗 按照中国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有可能吗 然后有可能实现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吗 在中共理解来看 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 好 这第一个问题来开中民意 让我们先把整个画面整理出来 后面的话继续做进一步的细节的分析 那么在你提到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就是在中共的这个治理之下 肯定有两个东西 叫做一个叫政治一个叫经济 不会有单纯的经济 也不会只有单纯的政治 那么现在看起来最历史上最经典也最著名的三中全会 当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冬天的时候 那么一直到现在的话 这一届的三中全会跟以前大家期待 是不是因为经济面临一个重大时刻 又会有重大的措施推出来 那么现在在我看起来现在的问题 那个跟上一次 上一次是文革之后 经济算是很糟糕 那么所以要如何这个正衰起弊 所以邓小平决定 这边不行 往那边 这个社会主义路线不行 往市场经济这个路线走 所以整个大转弯 那当时的确后来 验证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 的确把中国经济有救起来 有拉起来 那么现在的确又碰到 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版本的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又出现问题 那么习近平的处理方法 最好的当然是历史上来对比的话 当然就是跟那一次来对比 那么现在提出一个 都叫中国式现代化 简单讲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习近平式的现代化 这很清楚 本来应该是说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 那么现在就变成习近平的现代化 那么习近平的现代化呢 他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没有错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改革 两个字不同定义 怎么讲 我最先在纽约接触到大陆出来的 念经济的同学 学弟 他们跟我解释介绍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 那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到现在 他说什么叫改革 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 什么叫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 如此来理解改革开放 等于是把毛泽东的那个路线 经济路线推翻掉 但是政治路线保持 事个兼职 邓小平把它保持下来 造成今天的中国问题 根源在那个 那么我现在说 习近平式的改革 就是第二次改革 他是要革这个改革开放的命吗 他要革第二次改革就是革第一次改革的命 就是改革开放的命 他就往回走 对 所以他的所谓深化改革 是把原来的改革倒推回去 所以才要深化 所谓深就是难度很高 哇你简单明了 你现在不 其实习近平 我们讲重点就是 他上任以来的确有一阵子 之前的事情不是现在 有一阵子对经济 对中国经济的确有不错的理解 也推出很好的措施 我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叫做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去库存 谁的库存 皇帝产业 去产能 谁的产能过剩 钢铁业 去杠杆 谁的杠杆 太多金融业 所以他这个都有针对性 也讲得非常有道理 针对性很够 因为这个是什么 他说这个就是 胡锦涛温家宝时期 推的那个4万亿财政刺激 金融海啸之后 为了撑住当时的经济 然后中国这么一推出来以后 的确把国际原物料行情都拉起来 对全球经济复苏 确实做了贡献 但是后来发现 等于是透支未来 所以习近平发现 这样一搞下来的话 问题那么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替你们擦屁股 你说的问题那么多 是不是地方债务杠杆了什么的 像黄地产过度开花 这些很多 所以黄地产要去库存 就是浪尾楼多了嘛 他已经看到问题了 那金融业换款给房地产业 然后金融业杠杆嘛 就是贷账很多 收不回来杠杆太高嘛 所以他现在看到了 他已经看到 已经知道当时的问题 然后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所以今天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原本的问题早就被发现 但是就是经济问题是这样子 他在问题在开始酝酿的时候 你要有人去预先看出来 叫做预警 给预警 就是早期的警告 英文叫做early warning 开始给预警 那么你如果太仇给预警的时候 你看出问题 你先知你出来给预警 别人不相信 一开始别人不相信 别人会说你是乌鸦嘴 别人说你在唱衰中国 然后会用口水把你淹死 后来你继续发出预警 因为危机继续展开 对不对 后来终于有人开始相信了 有人开始信了 信了怎么样 他们开始做预防做准备 结果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 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所以人们相信你了 但是人们不会感谢你 然后第三个接下来 危机正式爆发 正式爆发以后大家都慌了 如果你这个时候出来 提出解决办法的话 大家说幸好有你 你是救火队队长 大家很高兴 所以我把它称为英雄三部曲 或者先知三部曲 所以你如果太早出来给警告的话 就好像什么 攻击三点就叫了 主人起来把你砍了 还在睡觉你叫什么叫 太早给预警 不好会变成悲剧英雄 然后时候差不多了 你出来给预警 可是人家也不会感谢你 然后等到事情真的爆发 你出来讲话的时候 大家感谢你说幸好有你 所以到最后很多人 如果知识分子还理解这一套过程的话 不得不选择当第三种英雄 就是让危机爆发 然后再出来提解救办法 大家都说幸好有你 所以你现在看中国经济的话 你就会发现过程一样很类似 中国经济早就问题在累积 在累积的时候 有人预警会被消音 等到大家开始相信你讲的 那还是一样 危机还在发展 但是大家已经有些人开始注意了 开始把钱挪出来 然后干嘛干嘛 等到最后危机 现在危机爆发了 危机爆发以后 有没有解救办法 恰好没有为什么 因为好几个危机同时爆发 个别危机爆发都很难救 比如单端一个房地产就很难救 房地产早就好几年了 然后现在造成了地方政府的 土地财政收入不够 地方财政危机出来了 这个也很难救 再来的话银行那边 一大堆呆账让危机 然后贷款收不回来 这个也是问题 现在变成好几个问题 同时爆发 然后再加上外面出口的问题 带来的就业危机 然后消费的收缩 然后现在还有通货紧缩问题 像PPI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都是付的 结果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危机 实体经济的跟金融领域的同时爆发 然后金融跟财政同时爆发 还不只是就业 这个消费啊投资这些 这个实体经济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 没救 那怎么办 没救怎么办 所以你看你就会看到 对啊那三中全会该怎么办呢 对啊你就会看到三中全会 面对这么问题 现在的问题已经到了没 因为之前还有可能有救 还有希望 那你的预测是什么呢 那三中全会他能做什么 所以习近平的所谓深化改革 就是几个目标 第一个 整个大的最大最大的目标 叫做保党保政权 第一个 然后就是要红色江山 永保红色 这第一个大目标 第二个保习 保习近平的权力地位 就党内定于一尊 要保习近平能够定于一尊这个地位 然后呢 变成保习家党 这个党变成习家党 所以他要保个人权力 保将来交棒以后 他们的家族 他们的人 不会被清洗清算 所以要保习四江山 这第二点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再来谈经济 那经济又没救怎么办 政治嘛 政治都办出来了嘛 所以你会看到深化改革 是那个 本来应该是治理改革开放以后 产生的问题 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呢 前进中的问题 在前进中解决 就是李克强一路以来讲的 或者从赵紫阳一路以来讲的 就是用政治改革来配套经济改革 原本大方向应该这样 但是这个大方向 胎死腹中 因为邓小平讲的四个坚持 党的领导 这个不能动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 这样四个坚持 跟党的领导 怎么样去跟政治改革接起来 政治改革一动 不是要好像对党的领导 有所改变吗 他们不能理解 如何维持党的领导 或者党的有效领导 有时候在野党 也可以引导国家方向 他们现在 因为在野党控制国会 国会也可以影响国家政策方向 大政方针 他们现在无法理解 怎么样把党的领导 去跟自由开放的政治改革 能够接了起来 然后对红色江山 权贵阶级的利益 也能够照顾到 这个接不起来 所以他们就继续用旧的想法 保党保政权 保权贵阶级 保既得利益 然后所以这个不能动 那个不能动 这个要抓起来 那个要抓起来 所以他这样的话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经济问题恶化之后 没有办法透过有效的政治改革 来做解决 做解救 然后经济问题只好继续恶化 然后政治矛盾 就政治的冲突就越激烈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看到 有一种人觉得这样不行 要把习动摇他 就是要动习才能够救党 保党保江山 所以有人就会变成叛变 所以开始清洗 对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不动习 国家没救 未来要救国家 必须要救党救国 必须动习 所以就会想要把习换下来 或者把习干掉 那对习来讲就是叛变 所以要清洗 然后你就看到政治的动争很激烈 清洗到现在 对然后三中全会要谈什么经济议题 无所谓了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中国式现代化加一个中国式 那中国式现代化谁来定义 习近平 所以其实就是习近平式的现代化 那习近平式的现代化 或者习近平式的改革 那么重点已经是如何在改革中 确保党的领导 保党保政权保习式江山 这才是重点 但是我还是想 如果有注意到最近的新闻的话 就是我们来大胆地开一个药方 最近比如首先习近平和李强 这几个月他们都在 首先是在跟企业开会 而且企业上他们反复地提到 要真实地面对问题 要提出问题 还有解决问题 然后不仅是对国有企业 还有对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包括已经走得差不多的这个台资港资 也都在开会 这个是对面对企业方面 他们说要坦诚地面对问题 要解决问题 然后其实呢也是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截止到目前好像今年 在中国已经有40多个小银行 基本上是倒闭 他们接下来到底是被那个大的银行吞并啊 或彩测啊 怎么不知道 但是那个坏账该怎么处理呢 我也可能这个已经更专业 那么就是那么我们单从这两个下来 哦还有一个新闻 我相信最近应该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精灵女孩 跳楼的事情 就是30岁嘛 买了房子贷款 还有费了1000多万的房贷 然后呢它降薪 大幅度的降薪 而且它是中金的 而这个中金公司啊 它在中国应该算是前三的金融大鳄了 应该是很专业的金融机构 而且关键这个金融机构啊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说那个很多 就是可能很多专业的人士 他在早期就看到这个warning了 但是不敢讲 中期也不敢讲 到了现在可能还不太敢讲 因为中金就是他到2022年底 他都还在发了一个预测 发了预测说2003年 2023年中国将率先经济复苏 而且率先走出通缩进入到通胀 而且还说那个中国的那个A股 将会大幅上扬 反正他所有的预测 全能跟现在的现实截然相反 所以我就通过就这三个新闻联合起来 就我们你就是能不能给一个解方 就是关于这个 现在的针对银行业和企业 对中国的中共来讲 他要怎么样收拾这几个难探者 好你讲了三个新闻 一个是中小银行破产 第二个是中金那个女孩跳楼 然后第三个是 对银行被囤病 然后是中金的女儿跳楼 然后中金他在2023年初 都还在说中国东升西降 好是这样子 因为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 党内不敢有 简单讲不敢讲真话 那么因为情况不好 不敢讲真话的话等于习近平或者他的团队 无法接收到真正的讯息 那我现在先讲一下这个金融 首先处理债务的问题或者不良资产 光就这一点我们先讲一下 一个历史案例 就是在朱镕基那个年代 国有四大国有银行 找华尔街 其实就是高盛 主要是高盛还有其他 那找华尔街来治理整顿 那国有银行坦白讲 各国都一样 公有银行不会有竞争力 私营的 像美国的大银行都私营嘛 那私营的才会有竞争力 那怎么办呢 那华尔街据说拿到百分之十六的股权以后 开始来下功夫了 那第一个把呆账怎么打掉呢 先打掉呆账 把财务报表弄得漂漂亮亮 打掉呆账的办法是这样 我打个比方嘛 假定这里我有两千亿人民币的呆账 假设这样 这个浪违了 收不不好收回来 那么对银行来讲 他要把这个切出去 那有人接 这个接的人叫做资本管理公司 或者资产管理公司 Capital Management 就是资产管理公司 那资产管理公司 他要有资金嘛 本金嘛 那本金来自哪里呢 第一个来自中国人民银行 第二个来自主权财富基金那种 就是国家成立的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等等 他们合资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OK吧 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呢 来接手这个两千亿的贷账 那资金哪里来 资金就跟这家银行借 这家银行就产生了 新的一笔两千亿美元的贷款 这是新的 这是好的 然后呢 资产管理公司拿到这笔贷款以后 回来买这两千亿的贷账 他买了做什么呢 这两千亿的贷账就变成他的了 不是银行的啦 不是国有银行的啦 国有银行就把这个旧的贷账甩掉了 甩掉给资产管理公司 对好 然后呢 可是他账面上多了一笔 两千亿美元的那个贷款 对啊 就是从坏的贷款转成好的贷款 那这个 就是我比如说我这家国有银行嘛 我现在有两千亿的坏账 这个坏掉了嘛 然后我现在多了一个两千亿的好账嘛 这是好的嘛 然后我坏的卖给他了嘛 切掉了 所以他拿我带给他的两千亿 把我这个坏的拿走了嘛 所以这个归他了嘛 然后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拿到这个坏账以后 他开始盘活 他开始整顿 他开始分批处理这些资产 然后呢分批销售 把钱慢慢拿回来 慢慢的还债 所以最后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最后也把他的欠款两千亿 清还了 然后事情就没了嘛 但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说 他需要时间来整顿 对啊 他需要把这些资产盘活 对 那这个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 OK 所以债务处理有这么一套模式 然后国有银行的账面马上变好啊 我本来两千亿的是糟糕的啊 现在这个两千亿是好的啊 现在这个刚刚放出去的 这个两千亿贷款是好的啊 我的财务报表不就漂亮了吗 然后再整顿人事 整顿产品 金融产品 整顿政策 然后财务报表变好了以后公开上市 大家一看 投资人一看 这个好的 很多资金就涌进来了 然后股价就上去了 所以中国的那个国有银行 但是这一套里面 他致命的问题是在哪儿 是资产公司可能没法处理好这些资产吗 还是哪里 这个问题是在于说 首先你要有那个最原始资金来源 就是那个中金跟中国人行 他们先提供资金来创立这家资本管理公司 然后第二个这个资本管理公司 起码要有能力盘活资产 否则的话他到最后拿到这个东西 没办法处理他还是还不出钱 所以当然重要环节就是 这个资本管理公司有个资金来源 第二个他有经营能力 有两个他有资金来源 所以任何债务只要你有农资来源 资金来源 你都可以买时间 然后把资产盘活 最后你终于能够顺利下车 有个台有个那个交差能够交差 说我把资产给处理好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 你要有人提供资金农资给你 就让你买时间 那你现在看到比如恒大 如果中央成立一笔资金 从人行播出来一点 从什么其他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 拨一点钱出来 成立另外一家单独 比如说恒大资产管理公司 专门在处理恒大的不良资产 恒大的不良资产假定是 比如说他现在说是2.4万亿 对不对 这个太大了一点 没关系 假定有一家资金来源 提供2.4万亿给恒大 恒大的这些不良资产全部卖给他 恒大不就好了吗 债务解决了吗 对不对 那所有的债务归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他先想办法去把它盘活 然后再把债务还掉 就这样嘛 就是处理债务这典型模式是这样嘛 然后呢 这样的结果 中国的四大还是六大国有银行 在全世界银行排行里面 明月前茅 哦原来是这样上去的 你知道中国银行都很大对不对 中国银行 其实是 哦原来 其实是因为他本身背后有很多黑洞 结果他通过这个 就是中共出面的这个政策 把这个黑洞全部转移出去了 透过华尔街这样子 华尔街为什么还要支持呢 因为他把这些国有银行弄好了 上市以后 他手上百分之六的股权赚了 哦 他让他游利可渡他干活嘛 他干活拿报酬嘛 那感觉应该各打五十大板呢 不是 华尔街为什么这么卖力 因为他还得把你的形象做好 财务报表都整顾好 因为他手上有你的股权 他当然卖力嘛 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一致嘛 所以市场经济讲一个概念叫做誘因 英文叫做incentive 就是誘因要一致 我为什么 比如员工为什么在这边干活 因为员工的利益跟老板的利益一致 大家都一起干活嘛 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就利益不一致嘛 什么时候不一致 老板挤压员工嘛 老板剥削员工嘛 那时候就利益不一致了嘛 所以为什么希望会有分红制度 会有奖金 就这样嘛 业绩好就博奖金 业绩不好就没 那这样的话你就 员工的努力跟他的成果之间挂钩嘛 这叫誘因一致嘛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叫誘因一致性嘛 那整个市场经济的 这个是基本原理嘛 誘因嘛 然后所以现在你看起来 你刚刚提的问题就是 现在的经济问题 第一个金融 对不对 那金融问题的话 银行破产是因为它的流动性不足 它的现金其实都被挪用 以至于呢存付要领钱 它没办法给它领 这个消息一出来 大家更赶快去挤兑 那银行就破产 所以银行的 商业银行的首要问题是挤兑 挤兑来自于信心流失 信心流失来自于风吹早洞 发现哎呦这个银行不行了 它没有现金让你领 然后最后就 所以就演变嘛 一出问题以后 最后信心危机加流动性危机 最后那个挤兑 然后就破产 这是金融方面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 那个金融业的一些高管 或者算是待遇不错的 现在因为被减薪生 没有被裁员也被减薪 减了那个减薪以后 它发现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你的债务不动 你的收入受影响 然后你就发现你的收入 不足以应付原来的债务 所以债务的问题 债务 债务危机的一个大问题 都是你的 你的资产叠价了 你的收入减少了 但是你的债务没有减少 所以呢 照理说应该要嘛 债务也减少 如果他今天债务也减少的话 他可能不用跳楼 他觉得还可以撑过去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就出来这里就所有债务危机 或者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 通通都是因为债务没有减少 然后你的收入 或你的资产价格叠价了 然后我就算把资产甩出去 我也还不了债 就是我原来 透过守护啊 然后什么 我买的房子一千万 就是把这个房子法拍了 都还欠一笔债 对对 所以他那个跳楼是这个情况 他反映的 就是延续前面那个金融 银行的问题 就是债务危机的一个典型的表象 债务危机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发现 他的债务没有动 但是他的资产跌价 他的收入减少 他甚至于失业 然后他只能动用以前的储蓄 先撑一撑 所以这个是债务危机的第二段 第一段是出问题 第二段现在看到很多人 然后第三个问题 你提到的是 就是很好笑的就是 就连中金公司 就是说他这个女孩的公司 对 好我想起来 他这么专业的一个金融公司 中国排名前三的 他为什么还会做出这样的预程 他是故意的吗 还是不懂 没办法就是唱好 在经济有危机的情况下 他继续唱好经济 那这个完全是银河上面 没办法 就是这个叫自我审查 这个以前香港有新闻自由的地方 他会看不起 瞧不起说你怎么自我审查呢 你应该这个言论自由嘛 讲你要讲的话 言论自由跟思想自由在香港原来 然后如果你有些左派开始迎合北京的胃口 这个叫自我审查 那自我审查当然在这个中金这边 金融圈里面也会看到 他们怎么他们不敢去讲真话 因为风险太大 也许运气好 上面听到了 愿意认真考虑 运气不好的话 还有个什么 清洗了 还有个什么情况 他听了你的话 他去研究怎么解决问题 但是他把你干掉了 因为你是乌鸦嘴 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他连听都不听 他就直接对付你 对不对 所以有一种可能性你很倒霉 就是你的话他们听了 但是你这个人他们对付 然后最糟糕的情况 当然就是他听都不听你的 然后他也对付你 觉得你是那个乌鸦嘴 你是坏蛋 你唱衰中国经济 你唱衰中国经济 等于唱衰中国共产党 那不行 对不对 所以他们当然是知道 要保护自己嘛 政治上要保护自己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原本 有声望的财经媒体 或财经机构 他们发表的评论 或者报告等等 也是只能唱好 但是这样不会影响到 他的专业性吗 因为他毕竟这些是搞金融的 他做出了这么不专业的判断 不会影响比如投资者 对他的信任吗 专业性一定要浪位于政治 政治正确最重要 这没办法 然后投资人必须另外去寻找 这个判断的依据 你可能要多听一些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报告 不同的评论 因为他们 如果为了自保 只好这样 然后我们只能理解 理解完了之后 我们还是得应付我们眼下的问题 投资的问题等等 或者资产管理的问题 我们要如何调度我们的资产 那如果是投资人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要多方面去吸收讯息 包括多来看我们这个节目 对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去理解中金公司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理解同情就好 进一步去责怪他这个 牺牲专业性浪位给政治正确 这没办法 因为他牺牲专业性 然后就是完全说言不由衷的话 甚至那个逆事而为的话 其实这其中一个后果就导致他自己的员工都被坑了 对吧 就出现悲剑了 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危机展开的过程 从早期的有人看出来给预警 然后等等 到最后危机终于正式爆发了 然后大家还去算是拖延处理 就有点像人有症状以后送医院 医院太忙了没有人处理你 你就被拖延 拖延以后恶化 恶化以后终于有生命危险了 有政权危机了现在 然后就变成说不许大家说真话 开始看管很多新闻被下架 或者被消失 他现在已经到了说就是表面上在抢救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抢救 你现在看到的现象就 新闻不让你讲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 最开头就是他很多中央看管不到地方 很多地方推的建设 包括所谓基础建设 国营事业固定设备投资 这些所谓的建设 其实是个人烤机之用 因为在政治挂帅的情况下 地方官员要升迁都是看表面上的建设 所以他们可以透过金融手段借钱什么都可以 然后最后就推出建设 像贵州那个崇山越岭当中很多美丽的桥 盖得很漂亮工程美学 可是经济上很苍凉 没有酷 没有酷 就是我们讲没有酷 你没有酷酷的话没有经济效益 你这个钱怎么收回来 所以类似的情况就很多 包括盖高铁 高铁线原来只有北京上海这条线有赚 听说现在连这个线都不赚 所以他才要涨价 八条高铁干线里面大概现在全部都亏 那你可以想象有太多的基础建设 太多的固定设备投资等等 都是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 过度投资 然后呢当然背后就是过度举债 过度举债还不出来就变成债务危机 就这样来了 所以根源在于地方官员的政治考核里面 以前是讲GDP成长率 所以他们拼命搞很多工程建设 后来就变成说看表面嘛 有多少建设 然后问题还在于说这些工程性的建设 容易有贪腐的空间 容易有油水有肥扣 如果你说这个盖学校盖医院 他可能对人做投资 培养那个比如说职业培训 还是技术上的研发中心这种建设 他可能拿不到好处 而且这个时长很长 所以跟经济上的决策跟运作 归根结底离不开政治 政治上的制度政治上的运作方式 像地方官员的考核 是看表面上看得到的那些 经济数据跟经济建设 结果就搞成这样 很多不该盖的基础建设就盖了 不该盖的桥 不该盖的公路 铁路 机场捷运什么东西 就拼命盖嘛 借钱盖盖 盖完了之后还不出钱 整个导给中央 其实这种情况 在韩国这种自由经济体里面 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韩国的GDP里面的七成 大概是十大企业的营收 他们是大企业之 前几家大企业的营收 财团这些营收 几乎占全国GDP的七成 然后这些大型财华怎么做 你知道吗 他跟银行借钱搞一个项目 搞一个投资 什么半导体什么东西 有赚的时候是财团的 亏的话他雇很多人 银行的 倒给银行 倒给国家 你不救 我就宣布不行 这边裁员 一裁掉几十万人裁化 我这边雇很多人 那执政党为了政权稳定 为了选票 只好救 所以就变成道 这叫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 就是说有赚是我的 有亏的话 倒给财政部 倒给国家 对 那这种情况在中国一样 类似 就是说有政绩 是我这个地方观的 要是做不好 有债务 有亏损 倒给国家 反正国家会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就是倒给别人 就是说有好处我拿 不行的时候 不是我一个人背 就是给大家去扛 给上面去扛 所以你会发现 中共这个体制 上面其实监管不到下面 表面上下面在管下面 但是其实没有那个能力 管那么多 所以习近平的团队 能够监管全国那么多的 省级单位吗 好像31个省级单位 对 然后正确理解 这些地方大员他们的工作表现 这没办法嘛 所以到最后你就看到问题 对 你说的是 正好我前段时间 其实那个 中国好像财政部公布了数据 就是好像是六月份 还是说前半年 就中国的每个省 只有一个上海 他的收支就是 他的支出是超过 有财政盈余 有财政盈余 其他的全部都 对 包括浙江江苏都 对 而且我对比了一下 是2011 我对比了一下疫情前 就他现在数据竟然比疫情前 还要难看 那你讲的这个大概是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就是你觉得这次三中全会 他会不会 因为其实我们 如果我们回看历次的这个三中全会 有时候可能还不是 三中全会在改革 就是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好像每次都会变动一下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请教一些 你觉得这一次三中全会 会不会针对这个有动作 这个是坦白说 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 这一次的核心问题 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经济危机那么多 那到最后的话 刚刚讲金融问题也是个大问题 对不对 金融部门已经很多撑不住了 那更直接更厉害的 就财政 财政里面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 在90年代后期 朱镕金那个年代 中央要把很多税收收回来 那地方就缺钱了对不对 然后中央给了一个政策 就是可以卖土地 所谓土地财政收入是这样的 那地方说OK 这些税你收过去 然后我可以卖土地 那也行 所以地方就开始把一些地拿出来 卖给开发商去开发 然后开发商从银行借钱 然后去批地 然后来开始搞建设 然后卖楼 然后还债 然后借大翻行 地方政府有新的税收 然后开发商有钱赚 对不对 然后那个业主 有新的房子 一开始好好的 可是到后来呢 就是过渡了嘛 过渡以后就 没有那么多人 来买那么多房子了嘛 那结果呢 现在房地产崩盘以后 地方财政收入干掉了嘛 没有了嘛 所以呢你现在又回到 当初的老问题 中央地方财政 中央维稳的经费 是中 就是维稳的经费 是中央来承担 还是地方来承担 明朝是中央承担 中央承担维稳经费 到了 就是危机到后来 都是政权危机 然后呢 他就怎么办 变相加税 因为没钱嘛 变相加税 什么变相 就卡车开过去 操纵开罚单 现在也是 不是 我就举例了 各种民意的那种变相加税 这个这里罚你 那里罚你 不行 那插陶落税 一插还倒插 那等于说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 现在那个插陶落税 是这样 当初 比如说三十年前 我给你政策优惠 现在我收回来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地方官 希望把一些 那个盈与财富 藏起来 不然的话会上脚 干什么 那怎么藏起来 我把好处给当地的民营企业 比如说温州 给当地温州的民营企业 我给你好处 那民营企业就靠这个 撑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地方官说 吐回来 是这个意思 我当初给你一些好处 为什么给你好处 因为我不想 把这么多盈与报上去 我要把一些拨出来 藏起来 然后以后有需要的时候 再叫出来 然后他现在让他们 吐出来的是 以这种相当于 罚默性收入 而罚默性收入 基本上只会进 地方政府的腰包 是不是这样 对啊 地方政府现在缺钱 地方政府的公务员 因为他不是税不用上缴 地方政府现在工资花不出来 通了通了 我以前 比如说温州这边 民营企业开始 开始展开的时候 还很脆弱 地方政府就给优惠 财政补贴 就是把原来赚的钱 收的税成什么什么 先放到民营企业去 钱就是先放在民营口袋里而已 对 然后现在 始终要吐出来 现在要你吐出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查陶落税 一查30年 查得有声有色 理直气壮 原因是在这里 哇 所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其实就是 披死拼活了几十年 其实一直在帮地方挣钱 帮政府挣钱 对啊 政府先把钱放你口袋里而已 现在他们拿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理解中国 没有纯粹经济问题 对 一定要在政治那边找线索 对 是这样来 然后倒查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 这样也不够 所以根本问题是 中央财政这个关系里面的 地方财政 根本撑不下去 然后中央来变相加税以后 然后现在也没有办法 对地方做移转性支付 就是没有办法给补贴了 然后这样的结果再下来 还不行 对不对 大印钞票 对 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 然后呢 我想请问 他现在中国这样大印钞票的话 他总要锚定一个什么东西 他锚定物是什么 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外汇 外汇储备 就是美元资产 可能有一些欧元英镑搭配一下 就是外汇储备 然后第二个呢 黄金 这个资产可以做发行货币的储备 第三个呢 公债 传统上都是 就这三个资产 那绝大部分是外汇储备 只有一个国家不用 就是美国自己 美国自己印的就是外汇的 那其他国家要有美元资产 做货币发行的这个外汇储备 那黄金的部分是不够 黄金在 你看现在中国的黄金 换成市场价值的话 比如说一千多亿 两千亿 你的外汇储备是几万亿再算 你这一两千亿算啥 所以黄金有增加 但不够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公债 现在可能考虑让人民银行 人行去买卖公债 然后有人就说这叫五毛印钞 就是说你应该有准备资产 才能够去发行货币 正常情况是这样 你现在财政部印的那个公债 等于就是借条了 就是自己锚定自己 然后中央银行去买 那就等同于印钞了 就这样子 所以有人就形容为 这个叫五毛印钞 这个说法成立 但是央行的解释是 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卖公债 各国都这样 这样讲也没错 各国的确都这样 这叫什么 在货币银行学里面 这个叫做公开市场操作 就是说中央银行进入债券市场 去买跟卖 我如果要把强力货币 打入市场经济的话 我就去买 我付钱嘛 我中央银行付钱 中央银行的钱就是强力货币 放出去 然后我如果要收缩 我就卖 卖公债 你付钱 我钱收回来 所以中央银行的一个货币操作 的工具之一就是 这个叫做公开市场操作 什么市场 就是债券市场 买卖公债 那中央 中央银行如果这样做的话 不是很正常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你知道吧 出在人家的财政部 要花多少公债 国会看着 对 你看看美国为什么 又会有联邦政府关门 中国是不透明的 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为什么 因为债务上限到了 没有办法再增加债务 人家是国会看着 你有国会看着吗 没有 对是这个 他们自己看着自己 自己锚定自己 所以这个才是五毛的根源 在这里 对对对 你如果有一个财政部 能花多少公债 国家有多少预算 这个有国会来监督 像民主国家这样运作的话 OK啊完全正常啊 他现在学别的央行 可是财政部发 所以中共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直是权力的运作 缺乏制约的第一点 第二个 行使前缺乏制约 没有分权 第二个 行使权力之后缺乏监督 然后第三个呢 人民只有把你选上去 没有机会把你选下来 就是当你 他们不是人民选的呀 他有选举嘛 我说他的选举 不管多少票 偉大的领袖 可能得票率很高 OK 但是呢 人民可以把你选上去 也必须有能力把你选下来 对 那你只能选上去 不能选下来 那这个选举就是假的啦 这种民主 全过程民主就是假的啦 所以现在变成说 统治者的权利 没有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 对 那这个是中共整个一党专政 这个整个根源在这里 所以最后会延伸到经济 延伸到文化 延伸到宗教 对 方方面面都是一样的问题 根源都在政治 因为他的政治里面的权力部分 没有制约 没有监督 没有这个 得到人民的这个反馈 对 这问题再出来这里 哦 豁然开朗 所以其实他的整个经济的问题 他的根源是政治结构的问题 对 如果你比如说你做财政的判断 做金融的判断 你有这个权利做出决策 你这个权利本身要有制约 然后呢 你行使之后要有监督 如果不行的话要处罚 处罚就是比如说包括把你换下来 或者起诉你送你坐牢 所以一定要有制约监督跟评价 就是处罚 做得不好要处罚 做得好继续让你做 那德国前面那个女总理做了16年还是17年 对 你做得好老百姓让你继续做 如果做不好的话把你换下来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权利的监督之后 要有一个评价 考核等于是这个意思 那中共没有这一套 所以他以为这样子比较有中国特色比较好 其实不见得 你想想看嘛 就像以黑帮来讲 你上面老大怎么去看管 各个堂主的那个表现 你没办法 那各个堂主再去管他的地盘 对不对 你用黑帮来比喻的话 你也知道你的那个监管能力有限 所以到最后一定要改制度 就是说让同一个层级的互相牵制 互相监督 像现在的话 比如说台湾现在的那个 有些人贪腐被揭露 那就是你不能只是靠检调去办案 你要有议会 有人检举爆料什么东西 很多事情会被掀开来 所以那个 光是行政跟立法这两个权利互相制约 就会产生很多那个 把一些腐败 一些贪污腐败 还是错误的决策 都把它揭出来 所以你不要相信说 伟大英明的领导人 就做了决定都是对 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呢到最后你会发现 所有专制体制下的伟大领袖 到最后一定都会犯错 而且他到最后都会被假讯息包围 他都得不到真正的讯息 然后 现在袁世凯最后他看的报纸是专门为他做 不是袁世凯 现在补充一下 习近平的时代 现在已经进入什么了 进入 不是 习近平现在已经进入毛泽东加史达林 他的经济路线想走毛泽东那个路线 就是社会主义路线 然后他的政治走的是史达林路线 就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利 确保个人的权利 要清洗政敌 那政敌为什么冒出来 政敌就发现问题不对 可能要把你换下来才行 他可能为了救国家 现在他要叛变习近平 可是习近平说你怎么可以叛变我 所以他就把他用过的人都要清洗 你现在发现说问题 经济问题不解决的结果 到最后演变成权利斗争 当年毛泽东也是搞坏经济之后 让刘少奇 陈云 邓小平出来收拾 最后搞成文化大革命 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习近平 他已经一步一步走向 新版本的文化大革命 他要走回毛泽东 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 没救 没救的结果大家吃大锅饭 他开始油票 粮票 回到计划经济 大家叫做有饭大家吃 正好你说的回到计划经济 最近不是出了农村集体经济 对 就是这个 他是这样 原来把农民吸收到城里面 到农民工 然后在沿海地区工厂里面工作赚钱 比在农村里面做农还有收入 所以很多人就从农村跑出来 现在发现沿海的工作机会没了 回到农村 那回到农村以后 他要维稳的对象之一就是农村 那农村怎么维稳 用集体的组织开始 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回到人民公社 农民都不能随意的支配自己的土地种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现在的农民 他已经不能跑到城市去 然后在农村里面 习近平担心他们在那边撑不住的话 起来闹事 所以现在要加强对农村的监控 所以习近平一直在做的事情 其实两个字监控 那我们一般讲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控制 那怎么控制 抓住权力 然后资本主义讲的是什么 是竞争在哪里竟然在市场竞争 怎么竞争 创新 用创新来竞争 然后社会主义是抓住权力以后 用权力来控制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社会主义讲的是分 分饼 所以怎么分 怎么到最后一定用 抓住武力 抓住枪杆子 刀把子 然后决定说谁得到什么好处 他在分饼 他不把饼做起来 那资本主义是把饼做起来 然后分饼就好分 相对好分 那还是会有出问题 但是出问题的时候叫衰退 经济衰退 经济复苏 周期性 对 就是将来 所以他们会 有一阵子发现分配的不好 有人掉到底下去了 然后可能就起来 透过投票 把执政党换下来这样子 那现在共产党变成什么 他变成说 他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些职责 比如说分配的不好的时候 他现在没有分配不好 为什么 因为所有分配都到他权贵阶级这边 谁掌握权力 谁取得最好的分配 所以结论一句话 就是全球化让中国经济 那个好起来 但是中国经济好起来之后 这些经济利益的分配 是根据权力来的 所以掌权的人 最后从全球化得到庞大的利益 然后这些掌权的人 把资产放到外面去 然后掏空国家 然后你会发现 底层的人忙了半天 哪怕有些人上升到中产 最后现在也还是要打回去 所以到头来三四十年来白忙 你说这个打回去 我在想 当然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台湾 但是就是 其实台湾在几十年前 其实享受了那个邓小平的 后来就是90年代的 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 但是 当然台湾也是也是帮忙 对吧 很多台资进到中国大陆 那么 现在整个中国的 如果按照习近平式的 现代化的走势的话 那么必然 我觉得就是 那必然对于台湾要走出去 那么将来选不选中国大陆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显而易见的选择了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 那么你觉得这个三中全会 它对台湾的经济 会有什么影响呢 基本上是这样 台湾现在已经看出来 不适合再去中国投资 因为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在变坏 然后现在也变成在 大家都在抢钱 从中央到地方 从银行到企业都在抢钱 然后顾不起那么多人 所以砍工资 甚至于砍岗位 砍就业机会什么的 所以现在不是只有台湾要撤 就是其实日本也撤了 韩国都撤了 那欧洲美国都撤了 那所以呢 现在中国的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 跟誘因在急剧下降 然后中国自己因为缺乏足够的 企业家队伍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 来创造就业机会 来创业 提供就业机会 所以整个就业问题 还会再恶化 因为经济的本质是 有一批企业家 他去发现市场机会 他去组织各种资源 他去设计商业模式 最后推动创新 承担风险 公务员 官僚 他不承担风险 他是执行指令 那你搞技术 搞研发 搞市场的话 一定要承担风险 一定会承担风险 这种角色只能企业家来做 所以你要给企业家利润 是因为他有时候有赚 有时候会亏损 所以你要给他利润去平衡 那这个利润不是剥削 这个利润是推动创新 承担风险应有的报酬 然后马克思把他解释为 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 这个是错的 那可是共产党呢 就是装糊涂 就是不去改正这个 其实经济不能全靠国营企业 因为国营企业是公务员 他是吃国家的饭 他是号称铁换丸 他不以盈利和创新为目标 他是号称铁换丸 就是不承担风险 他执行指令 上面给我什么指令 我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无法去发现市场机会 组织资源 承担风险 他没办法 所以呢 发展经济到最后 一定要民间经济 承担越来越大的角色 然后虽然他大部分的税 是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那的 大部分就业机会 是中小企业的 大部分的税收 大部分的贡献 其实都是中小企业 但是国营企业有必要存在 但是他们角色 应该是正常情况下 应该缩小 让很多的商业 是由民营企业来做 然后民营企业透过竞争 有些会被刷掉 会被淘汰 有些会进来 这个都正常 那现在在国营体制之下 很多应该退的企业 不让他退 叫做什么 僵尸企业 你会发现 就好像说 你吃坏了肚子 应该让你上厕所 就不让你上厕所 你怎么办 现在就变成说 该退的企业 该破产的企业 硬要撑在那边 所以你会发现 治理经济 错综复杂 但是最后的话 就是没有按逻辑办事 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 然后最后用政治解决 就不用这样 所以习近平在做的是 保党保政权 保习式江山 这叫做习式现代化 对对对 所以即使这个三中全会 有什么就感觉就是 台子最好 还是不要去期待它 台湾的部分是这样 因为台湾原来各种产业都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红色供应链的竞争 现在红色供应链走衰 所以台湾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 没有这个诱因 对吧 就是没有这种挤压 所以你会看到很奇怪 为什么台股一直在涨 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红色供应链的没落 对台资的竞争压力减轻很多 然后第二个 原来台资的台湾的资金 要流向中国大陆 现在发现不能去了 资金外流减少 甚至于回流 所以你会发现台湾这边 好像豪宅的行情撑得住 然后什么金融产品出来卖的时候 什么ETF 大家抢了要闲置资金太多 现在台湾的储蓄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因素 第三个当然你知道 晶片 AI这些新兴产业 还有那个电力设备的这些行业 军工这些行业 都变成新的经济动能 所以光是这三点的话 台湾经济会受贿于中国那边 在习近平引导之下 没有好好去处理经济的问题 那结果就变成 反而台湾这边 蓄积累积相当多的能量 将来如果中国回到正常 恢复正常以后 那么台湾会有很多技术 又可以移转给中国大陆 所以你觉得未来可能 只要他的情况变好 可能台资还会过去 有一天如果他这边真的改变 他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在往下走 因为这个上行三十年 下行大概也要三十年 所以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 又有一个什么 真正的改革开放 还是政治改革开放 来啦 中国大陆又有吸引力了 假设有那么一天 那时候台湾有很多东西可以移转 可以移到中国大陆去 你现在如果让台湾跟中国绑在一起的话 那台湾要去分摊中国的没落 那个成本 然后到最后台湾自己也没有东西给 给中国大陆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过去改革开放期间 台湾的企业去中国投资 为什么 因为有东西嘛 这个东西哪里来 就是改革开放之前 文化大革命之前 台湾的发展已经累积了二三十年嘛 然后等到文化大革命之后 改革开放来了的话 台湾这边有东西可以移转到中国大陆去嘛 一样 现在等于整个中国来讲 把一部分能量放在海外 放在台湾 现在没有香港 香港变臭港 他们自己说 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放在台湾这里 将来如果大陆本身又好起来 那台湾这边有东西可以帮大陆发展 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不要把台湾跟大陆绑在一起 现在应该脱钩 没错 今天就是我一直在说 每次跟嘉隆老师聊天 都是上一堂很好的课 今天依然是 嘉隆老师这个非常理性客观 然后清晰有洞见 跟我们讲的这个三中全会 它的从经济上来讲 它的整个底层逻辑是怎么样建构的 它的逻辑是怎么样运行的 我觉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也非常感谢嘉隆老师今天来 跟我们在三中全会 还有几天的这个时间 这个节骨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对三中全会的预测 以及对台湾的影响 我做一个总结 就是对习近平来讲 经济问题政治化 然后呢这个经济问题太复杂 几乎没救 所以未来必然有很多的政治冲突 政治斗争会看到 然后所以呢 不要对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有太多期待 因为习近平最好的经济主张 其实已经用完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供给车改革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提出来 中国制造2025 搭配千人计划 从海外网楼吸收很多人才 但是这个直接触发了中美贸易战 对对对 所以现在的话 习近平最好的两个点子已经用完 所以现在剩下来的时间跟精神 在处理各种问题跟危机 尤其是你提到两个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第二个呢金融问题 我其实还补一下就就业危机 这几个问题的话够他忙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对三中全会 有过多的期待跟猜测 对 没错 而且尤其是只要中国有一天 只要有一天它的制度不改变 不民主化的话 那么它始终会在这样一个兴衰的 这样一个宿命里面轮转 有一个有个人讲一句话 有个刘先生讲一句话 他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根子在制度应该说 对对对 好 感谢嘉隆老师 感谢嘉隆老师来我们这一次的 乱中有序爱台课 欢迎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